大家好 欢迎收看 故事罗宾看 故事罗宾斌 今天的台股 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四天的端午长假 再加上 现在我们知道说盘面上有一种说法 就是端午变盘之说是盛销成上 可是即便这么多的一个负面因子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台股 却是开高就一度大涨超过百点 甚至于来到11679 又创下了近日的一个新高 好 那即便盘中我们知道 受到美国官员的一些谈话 让整个美股的盘后电子盘 甚至于整个亚洲股市 都出现了大幅的快速的一个拉回 当然台股也不例外受到波及 从原本的大涨106点变成一度下跌42点 这一杀又杀了将近150点 不过消息迅速的得到澄清之后 让这个指数行情又一路的往上拉 最后小涨39点 还是一样创下了一个新的一个收盘的新高 来到11612 距离上个礼拜的高点11771 已经剩下怎么样 差不多100点出头的一个空间 所以代表整个多头的一个气势 到目前还是十分的一个强盛 整个多头的企图心 还是十分的一个强烈 好 那就如同我先前一再告诉各位的 即便现在很多人告诉你什么端午节的要变盘又如何如何 可是依照我目前所看到的盘面的一些主客观的一个因素 包含我说过资金派对依旧在持续 对不对 那另外美国要选大选了 要选总统的川普 现在在比较居于劣势下风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必然会持续端出一道又一道的政策牛肉 好 那尤其他最擅长的股市 对不对 美股是他最大的政绩之一 所以他必然会卯足全力继续在美股怎么样 继续的制造他的政绩 在全世界股市而言 那当然就是利多 好 再加上我说台股目前的筹码面 除了说外资 有几千亿的资金正排队准备要买以外 你看现在三嘎行情 什么叫三嘎行情 嘎空手 嘎空单 外加怎么样 连借卷我一样照嘎 所以叫三嘎行情 所以在这么多的一个因素之下 我说过的 劫后的行情 劫后的行情还是非常的有看头 只不过对于劫后这个行情 你要如何去掌握 你是要等到劫后行情涨上去了 你再跟着市场一窝蜂来追 还是在劫前怎么样 针对好的股票 你要先卡位先布局 不过再跟各位进一步 说明这些所谓现阶段的一个操作策略之外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先跟各位预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今天为了狂嚇 我们有大四喜 什么叫大四喜 不是打麻将的大四喜 是我们今天有四件天大的喜事 既然有四件天大的喜事 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份见面礼 要跟大家一起来 所谓的一个结缘也好 分享也好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见面礼 各位你也看到我们的撤标了 从这个礼拜开始 这是第一件喜事 从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有新的一个节目时段要开播 也就是中广的新闻网 这是广播的 中广的新闻网 从晚上的八点半到晚上的九点钟 我们新增了一个节目时段 那当然这里 首先也是要感谢公司的一个肯定 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跟平台 能够服务更多的一个听众也好 观众朋友也好 那当然更要感谢我们所有支持我 鼓励我让我有不断前进动力的 所有的听众跟观众 因为有你们的鼓励 我也不断前进的动力 我才能够在这个位置继续的怎么样 发挥我的所长 帮大家开创更大的获利 那当然从今而后 我必然还是秉持的专业 用心 持续竭尽我最大的所能 务必在今年这样一个倍数行情里面 一定要帮各位创造出更大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获利 好 那既然庆祝新邪幕时段的一个开播 所以我们首先有一个见面礼 要跟所有的新朋友来做一个分享 但是我罗文斌也不是有了新人 就忘旧人的人 好 所以既然新朋友有见面礼 那你说长时间不断的照顾我 给我支持跟鼓励的这些老朋友们 怎么办呢 当然比照办理 当然比照办理 反正见者通通有份 好 那至于是什么样的一个见面礼 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进一步来做一个说明 好 那除了第一件喜事 是我们新节目的开播以外 那第二件喜事是什么 第二件喜事当然 就是我们的准千金 私房股 今天怎么样 今天又创下颇段的新高了 你看从我上个礼拜应该讲上上个礼拜 当时股价还在五字头 我在节目里面预告 我说你喜欢做高价股的 你的资金部位够大的 我欢迎你来登记 好 那这档股票 即便只是五字头的股票 可是它未来怎么样 却是具备千金股的实力 所以我说它是准千金的私房股 因为这档股票为了保护我会员的权益 也为了不乱整个筹码打乱掉 所以我说这档股票 我不会在节目里面公开 即便它今天已经来到七字头 又创了波段的新高 但是我依旧没有要把它公开 但是我也知道 你有来登记的 你有来预约的 甚至于聪明的各位 你光是看近期股价 一路从五字头变六字头 六字头变七字头 甚至于现在是不是已经越来越多人 开始注意到这档股票 你看先前我们在这边讲的时候 五字头的这档股票 当时谁在讲 甚至于我在告诉各位 它是一档千金股实力的 一个准千金的时候 很多人还质疑我 所以你一千块还欠 四五百块的空间 你跟我说就是准千金股 你也算快碰风气了 那随着他的股价 在八天大涨一百八的三块 一路从五字头变六字头 六字头现在变七字头 天天都在创新高 再加上我说的 这档股票 它的各个面向 不管你要去年的获利 今年的获利 你要比毛利 你要比配息 你要比五月营收 你只要能够想到的各个面向 它完全是完胜 六四一五的系列 甚至于还可以说完全KO 完全KO这个系列 可是你不要小看系列 系列它可是目前外资看好 两千四百块的一档股票 那如果系列能够值两千四百块 而这档我们的私房股 准千金私房股 又各个面向都完胜 KO系列的情况之下 我说这档股票 它具不具备千金股的实力 而且不是就涨到千金就没了 你想想看 当时我说到千金 五字头到千金 还有四五百块的空间 但是如果它不是在一千就停止 它继续往上走 毕竟我说它是KO 系列的一档股票 如果它涨到一千一 那就是五百多块了 如果它涨到一千二 那是六百多块了 以此类推 那你光说到一千二就好 我是五百多块推荐给你的 要你来登记 要你来登记 那我说我带你先赚了 再说你买在五字头的 当它来到一千二 你已经赚一倍了 五六百块的股票 你能够赚一倍 这样的行情 我有让你错过吗 所以这当然是今天 我们的第二件的喜事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准千金四方股 今天再创波段的新高 即便没有涨停 可是却是怎么样 却是涨不停 好 这是第二件喜事 那至于第三件喜事是什么 来 几个过来 第三件喜事就是我们 我昨天我才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千金股的好朋友 Part 2 2号 千金股的好朋友 大家记不记得是哪一档股票 哪一档叫做6231的细微 对不对 为什么叫千金股的好朋友 因为他跟千金股 姓华策略联盟 还记得吧 这个等一下会再跟各位 做简单的回顾 因为策略联盟 而姓华又一路的往上标 已经从原本的不到一千块 变成是千金股 甚至于仅次于细利的一个千金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过 他跟他结盟 但没有什么道理 他不涨 那后来也是一路的 从七十几块一路涨到哪里 涨到102块半 短短六天七天的时间 大涨超过四成 甚至于来来回回 我们做的多的第三趟 我们都已经在转第三趟 好 那我说过 那前面没有跟上细微的 没有跟上千金股的好朋友的 我说没有关系 我说这个股市里头 最可爱的地方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 这是不论什么时候 你都能够 都能够随时的重新开始 不论什么时候 你都能够重新开始 所以你前面 错过了千金股的好朋友 你错过了细微的 对不对 那么没关系 现在有另外一档股票 也就是千金股的好朋友 Part 2 2号 叫做千金股的闺蜜 正准备要发动 尤其我昨天也跟跟你讲 既然 结后的行情值得期待 那么操作上面 我说过我们向来 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不是等到股票涨上去的 当全市场都在讲 这档股票有多好 有多好的时候 我们再来跟着市场 一窝蜂去追这些股票 你看过去我的操作 我拿一档 我是带你去追的 对不对 当生计股 大家在追成德 我带你买永兴 有没有 那永兴涨得有比成德少吗 对不对 好 这个我就不一一列举 好 所以 既然结后要大涨的股票 当然结前就先布局 所以我说过 你喜欢 你的如果说 你的操作策略 或者你的认同 跟我一样的 你认同我这样的操作理念的 那么我昨天也开放 让各位来做登记 有没有 来 那你看 这档股票 昨天 是不是多数的时间 多数的时间 其实就在平盘附近 就在平盘附近 可是收盘 已经开始垫高底部 换句话说 你昨天买得够低的 你买得够低的 你昨天 你已经先赚钱 你已经先赚钱 你已经开始远离你的成本 有没有 垫高底部了 那今天怎么样 今天更是二话不说 早上都还有买点了 因为你早 你昨天来登记的 有没有 即便你还不是我的会员 你没有在昨天先卡位 你是昨天看了节目来登记的 我相信 你今天还有十分充容的机会 可以买进 因为开盘九点到十点之间在平盘附近 十点到十一点慢慢的垫高底部 不过终究还是在半根停盘以下 可是今天你不要看 今天收盘是涨停盘 怎么样 还锁起来 今天是扎扎实实涨了10% 你昨天 有来登记的 你今天买在平盘附近的 你告诉我 今天这一根涨停盘 有没有扎扎实实 就是一根涨停盘 跟其他的 你所熟悉的 还有一些名师 一些名嘴 他们堪称的 号称的涨停盘 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说的涨停盘 是今天股价已经涨了6% 7% 甚至于8% 9% 8% 高% 还带你去追 那你说 并不并涨停盘 算说好了 现在涨停了 你涨了8% 你再去追 你探2% 可是我带你买的涨停盘 你昨天来登记的 你好不好买 你需不需要去追涨停 今天涨停起来 这样几% 跟那些人所靠称的10% 号称的涨停盘 那帕头是差很多 对不对 好 那这张股票 既然我们再一次的领先市场 今天也供出了涨停盘 既然昨天就已经先垫高底部 有没有 昨天就已经先垫高底部 今天一根涨停盘 当然 已经远离我们成本了 那按照惯例 已经远离我们成本的股票 我会立马第一时间 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公开 因为既然已经喷出了 那我就先公开给各位 原本我还以为它 节后才会涨 结果太强了 这个股票 已经有聪明的资金 甚至于连法人都盯上它了 所以太多人跟我们一样 对不对 节后要发动的股票 值钱当然先卡位 所以你看今天就已经拉到涨停了 好 那到底是什么股票 来 注意看 我要把它公开 哪一档 是不是6683 雍治科 好 回过头再来看 昨天我说大档 是先卡位的这一档 千金的闺蜜 来 是不是6683的雍治科 来 我们再来看 在我昨天买进的第一天 我怎么告诉会员 来 会员 请买进最新标的 6683雍治科 今年IC测试载板需求很旺 6683连续三个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尤其五月份更是创下最高点 可以说完全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此外 今年获利比去年也将大幅成长 去年EPS 7.85 今年预估10块钱以上 一个股本以上 股价正要突破276块半的前高 那一突破以后 速度会加快 会先看300 所以我们这里先买进 这是我昨天带会员买进的时候 我就第一时间我也告诉你 我说过你跟我做股票有个好处 我除了带你买股票 我更会让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买它 我为什么要买 因为你要了解 你要了解这档股票好在哪里 你才敢买 尤其我说过一档股票 我们都是在它大涨之前 起涨之前我们先卡位先布局 因为你要在它大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 你要重压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好 你怎么敢重压 所以我一定会让我会员了解 这档股票到底好在哪里 那你看在起涨前 先卡位先布局 今天一根涨停 来你告诉我 你能不能大赚 甚至于你看 到今天早上一开盘 我们都还在买 要请会员买进6683 雍之科持股不足的 在这边加卯 包含昨天你有来登记的 你有来登记的 即便你不是我的会员 那我请问你 今天这一根涨停 你能不能赚得到 今天这个涨能不能赚 我要不要带你去追高 我有没有带你去追高 有没有 所以除了我的会员 昨天所有有打电话 不然你是听广播 看电视 所有你有打电话进来的 你有认同我们的操作模式 年后大涨的股票 结后要大涨的股票 节前先卡位的 今天全部开开心心 一根涨停板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第三件的喜事 打四喜剑 已经公布了三件了 对不对 那你说还有最后一喜 又是什么呢 你也看到了 测标不是放了吗 细微今天怎么样 我们的千金谷的好朋友 细微今天继续再拉出涨停板 你要从我们第一根算起 到今天这是第五根了 这是第五根了 但是我说过这五根 我们也不是从头报到尾 我们来来回回 你知道你认识我这么久 你应该知道 对于细微的操作 我们向来秉持的是分段操作 这是我们第三趟的操作 有没有第三趟 来 几个过来 第一趟不用我再多讲 5月28号买进 对不对 后来短短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 六天的时间 从71块半一路涨到哪里 一路涨到102块半 光第一波就拉出三根涨停板 好那我想这一波大家非常的熟悉 我就不再多讲 重点 当它来到了102块半之后 来注意看 有没有 刚刚是这一波 后来隔一天 我说过做股票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预设立场 即便后市看好 但是你短线不能够续墙 不能够续墙 有没有 我就先出一趟 所以在6月8号 有没有 在6月8号 请会员把6231系为全数的大赚出清资金收回 获利放口袋 来6月8号来 注意看 6月8号在这里 有没有 当天都还有100块 有没有 后来你看 短短几天从100块掉到哪里 掉到81块 到6月12号只剩81块 如果你没有避开这一段 算你当初买在这里 也脱一半回去 而且你看短短几天 从102掉到81 这样也掉20几块 对不对 我带你避开 但是看好了理由没有改变 来继续再看 6月12号 有没有 6月12号 6231系为 从102块半修正到今天 已经差不多了 会员在这边买回来 6月12号来 在哪里 需不在这里 需不在这里 需不今天 从这里避开 这里卖开 卖出 避开这一段 这里买回 再涨一段 有没有 来 后来涨到了 又涨到了97块4 然后隔一天一样 你筹码不能够续墙 你筹码不能够续墙 有没有 哪一天6月18 有没有 手中6231系为 请会员先获利出清 先获利出清 有没有 这里再卖一次 然后到今天怎么样 在今天一开盘9点多 6231系为 请大家在这边买进 今天再买回来 来 好不好买 好不好买 收涨题 第几趟 第三趟 所以刚刚 连同新节目的开播 连同准千金私房股的创新高 连同我们的千金的闺蜜 涨停板 连同千金股的好朋友 是不是大四喜的行情 既然是大四喜 当然要狂赫 要狂赫 当然就是要送给大家 见面礼 一起来happy 对不对 至于什么是见面礼 先不要转台 先不要走开 下个节奏回来 马上告诉你 欢迎回来 现场 我想刚刚要进广告之前 也跟各位预告了 今天为了庆祝我们的大四喜 什么叫大四喜 第一个 今天从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在中广的新闻网 晚上的八点半到九点 我们新增加一条十段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由十段的增加 能够服务更多的观众 以及听众朋友 这样的行情 帮助更多人来做一个掌握 既然新节目十段的开播 当然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就第一喜 第二喜是什么 第二喜是我们的准千金股 准千金的私房股 从五字头 带你买进了这档股票 到今天 不仅是七字头 而且一步一步的怎么样 往八字头在做卖进 当时很多人认为说 刚刚我科威领起千金股 现在这些人应该也都知道了 我不是随便帮你挑的 对不对 所以那当然是第二喜 创新高 不论你哪一天哪一个点位买的 到今天都是大赚 更不要讲从五字头到七字头 现在准备要到八字头了 当然大赚 这是第二喜 第三喜 我们昨天才帮各位掌握的 对不对 这一档千金股的闺蜜 今天居然比我预期还要强 今天就发动 原本我还想说应该到等到 放完价回来才发动 结果今天就发动 还好我们昨天怎么样 已经先掌握到整个筹码的变化 我们昨天怎么样 就已经先卡位了 我讲刚刚也让各位 看到我们的操作的一个抠讯 有没有 那即便你是不是我的会员 你是昨天才打电话进来登记的 你看今天好不好买 我今天一样可以带你买 在平盘附近 今天一根掌停 是不是第三喜 那更不要讲 我说今天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这一档细微 第三趟的操作 一样 哇 输人不输丁对不 连他的part2 二号都拉出掌停板了 当然 这个原本的元老 当然不能示弱 所以今天也拉出涨停板 所以四喜 大四喜的行情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情 当然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份喜悦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准备了一份见面礼 那什么是见面礼 就是这一个 来 新朋友 新标股 新朋友 新标股 我告诉各位 注意听 这是我们从1700多档股票里面 精挑细选 万中选一 前所未有的一档 全新 特别的股票 为的是要 给我们新时段的朋友 来一起分享 那当然 我说过 罗文斌绝对不是那种 有了新人 就忘救人 既然新朋友 能有这样的见面礼 这个新朋友 新标股 当然 长时间支持我鼓励 我的这些老朋友们 当然 一切怎么样 比照办理 只要有看到节目的 有听到节目的 通通有份 通通有份 这一份新朋友 新标股 务必 趁今天把它拿到手 我们明天再会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 以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